大家好,我是自由時報的記者呂月琪 最近大家都非常關心韓國的疫情狀況 自由時報特別邀請住在韓國的台灣人邱逸勳 跟我們視訊連線分享當地的最新狀況 大家好,我是逸勳 那我從去年3月申請韓國的打工度假 我在韓國居住了一年 然後我現在的位置是在首爾的民眾這個地方 我們很多台灣人都非常關心 就是韓國的口罩神明治上路了 然後加上最近也有傳出說首爾有群聚感染的狀況 韓國爆出大量的病例出來之前 大概2月初韓國的口罩價格就已經在飆漲了 像我現在戴的這個口罩呢 韓國人比較常用的口罩叫做KF94 在這之前的口罩一個大概算算成台幣大概是30塊 但現在呢至少都要4000塊韓元才買得起了 如果有看到全域感染的訊息 首爾分區來看他的這個感染的狀況的話呢 首爾一直到今天大概有200多例的傳染 像是宏大或者是民眾 被感染的人數並不多的 被感染的地方是比較是居住區 那一般遊客會去的地方 我覺得是比較放心的 只是呢 因為首爾感染的人數也漸漸的變得越來越多了 所以這裡的觀光業也受到了非常嚴重的打擊 在這裡打工度假的話 意味著一定要有工作 要不然的話在這裡可能活不下去 可是打工度假來到韓國的台灣人呢 大部分都是從事像是飯店業 旅遊業或是餐飲業 這三個行業剛好是衝擊最嚴重的產業 其實兩週之前我在民眾還有在工作的 可是因為現在民眾幾乎沒有什麼客人了 所以老闆是讓我先放假了 那我其他身邊很多朋友 有的呢已經回台灣了 所以我身邊大概有六到七成以上的朋友 其實都已經回台灣了 那第二部分是來求學 開學的日期一直往後延 比方說說韓國的開學日期 大部分在三月初 可是呢 現在大部分的學校都延到三月底開學 甚至第一週第二週的開學 要用線上連線上課的狀況的 還留在韓國的都必須待在家裡 那因為韓國的口罩價格飆倒真的是太嚴重 會造成在韓國滯留的台灣人很大的負擔 如果是韓國人的意見 最大的部分是文在寅總統太輕忠了 所以引發了韓國人 他們上了青瓦台的網站要彈何總統 而且連署人數到了今天下午為止 其實已經超過了130萬人 現在是在民眾的商場的最中心 那它最主要的街道呢 是圍繞著一個十字形在走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站在這個十字形的最中心 這一個大陸呢 其實是往外會通往一條地鐵站 那個地鐵站叫做以知路路口站 是一個蠻大的站的 那平常呢 在這條大陸上應該兩旁會有很多的小攤販 比方說賣可能雞蛋糕 或者是韓國很有名的炒年糕 或是鞋腸之類的 可是現在看到 後面幾乎都沒有商家了 現在是禮拜五的傍晚 現在是週五傍晚的七點多 所以應該人要人版為患才對 可是呢 這裡卻沒有什麼人 比起我一個多月前經過民眾 這裡的人數大概剩下兩成左右吧 剛剛非常感謝台灣的朋友 義勳跟我們分享韓國的最新狀況 那自由時報也邀請韓國人金先生 跟我們分享韓國的最新狀況 韓國人的多人 韓國人很多香港人 韓國人的中國人 在中國人裡 否則不斷承受了 和的評論 不斷承受了 我沒有說 中國人的 中國人 快保護著 香港人 香港人的 疫情 不斷承受了 這個 不斷承受了 不斷承受不了 但 中國人的 市民 我們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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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在哪裡去的疫苗 因為人們都在外面外出 因為疫苗很辛苦 目前也有不少台灣人還在南韓 近日在首尾由爆發群聚感染 疫情不斷炒人口超過2500萬的首都圈蔓延 武漢肺炎疫情嚴峻 迫使南韓民眾的工作與生活不得不面臨調整 南韓民眾的工作室